佛光照大地发洗满人间 观众朋友您好 我是张蜜诚 欢迎收看人间新闻 随着现在疫情虚缓了 大型的公开赛事也陆续的登场 包括了全国自由车公路精英的选拔赛 日前就在佛陀纪念馆开赛了 来自全国青少年还有精英选手们 齐聚在佛陀纪念馆 表现优秀的选手将会成为 亚运培训队的选拔一局 明迪启程 全国自由车公路锦标赛 起点就在佛陀纪念馆 不一样的暖身 是线绕行佛馆一圈 佛光山的法师与锣鼓队 都来为选手加油 这个路线有包含了 我们大树 燕巢 还有包括大社 那大家都知道 大树这个地方其实是个丘陵 然后旁边还有我们高平溪 可以说是把我们高雄的 这个特色具体的呈现出来 这场全国自由车赛事 行经大树 燕巢 大赦 再到一大世界游乐区 路线蜿蜒 极具挑战 还必须经过热闹的市区 来回共34公里 比赛成绩将作为 2022年国际赛事 杭州亚运培训队选拔的依据 东京奥运会我们国家的选手表现得很好 我想我们现在开始 在做明年的2022的亚运的培训 所以今天能够在佛观山来举行 大家都知道佛观山也是一个全球知名的佛教的圣地 全国自由车公路锦标赛 首次选定佛陀纪念馆作为起重点举办 也象征佛法与生活的融合 在佛观山在2015年的时候 已经提供了这个很好的场地 就是这个地方 那么就是给国际的来参加比赛 所以今天又再次能够来把这个场地提供出来 我们非常的乐意 那我也很希望说 这一次的活动啊 能够提出社会和谐的道路 起点和终点设于佛观山佛陀纪念馆 选手一路可以骗揽大树宴朝区的在地风光 近年来佛观山积极参与体育活动 透过大型的全国性比赛 让更多人造访佛观山 人经卫事务允许高雄采访报导